千宗東馬英九赴大陸的祭祖和平之旅 來到第四天 三十號一大早 他前往湖北武漢的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参观 孫先生來武漢時候的隨緣 有他的兒子孫柯 對 還有他們兩個女兒 孫妍 孫婉 這位是英文秘書 宋愛玲 馬英九曾多次表示 國父孫中山是自己的偶像 因此在參觀時 看到了國父曾經發表演說的講台 他站上獎桌大聲高喊 馬英九站的講台 背後有兩張旗幟 一面是十八星旗 另一面是中華民國第一面法定國旗 象征五族融合的五色旗 是中華民國建國之初 北洋政府時期使用的國旗 旗面順序為 紅 黃 藍 白 黑 五色 橫條 分別表示 漢族 滿族 蒙古族 回族 藏族 所選用的五色 為五個民族傳統喜愛的顏色 象徵五族共和 隨後他前往武漢檔案館參觀 新冠肺炎專題站 我想大家都努力的把這個抗疫的工作 能夠做得更完整 所以雙方有很大可以合作的空間 我們跟大陸之間也有在醫療方面的技術 合作的這個協議 我們希望能夠充分的運用 然而就在馬前總統出訪大陸 蔡英文總統出訪中美洲 期間過境美國紐約 及洛杉磯時 二十八號至二十九號兩天 仍有二十架的共機擾臺 TVBS新聞 陳迅一 林敏珍 湖北武漢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